过去有平民天候之称的台湾歌手许怀玉 在解决了合约纠纷之后 最近也是付出了 先上歌唱节目录像当泪主测试人气 不过远离娱乐圈许久的 他面对镜头的时候很紧张 被问到境况以及合约问题 都低调不愿意多谈 而且他还在比赛当中 输给了12岁的参赛者 唱着自己过去跨制人口的抒情歌 平民天候许怀玉在合约官司败诉后 第一次上节目录影 参加跟素人PK的歌唱节目 不过途中抢拍望词 声音也似乎拉不上去 被迫中断重录 让许怀玉的经纪人赶紧冲上舞台喊咖 要求再给一次机会 但这是来后依旧状况不佳 最后输给12岁的素人 得知对手竟然才12岁 徐怀玉面露尴尬 或许也是因为太久没有面对镜头 显得有点不自在 因为跟前阶级公司 自从2010年爆发合约纠纷后 官司打了两年 最后徐怀玉败诉被判赔200万 甚至连车子都被法院拍卖 不过后来就休息一阵子 因为合约的关系 其实 你怎么直接讲出来 因为我也是这样子啊 前夜词上朱古亮的节目 又唱又跳宣告付出 但当时合约官司还没落幕 引发情急公司不满 之后徐怀玉又消失在荧光幕 但98年出道当时20岁的她 连续几张专辑 递到过百万唱片的销售记录 01年却被爆出 弃养爷爷的事件 形象受损 接着又发生与经纪公司的合约纠纷 影音事业几乎停摆 如今花200万换回自由身后 现在由王牌经纪人协助 希望能在东山再起 但并且现在环境跟过去不同 就怕识不我语